我們今天來新冤 各位新聞界朋友 今天我陪同黃大海先生向高錦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一日間就開庭 今天我們帶這個鼓來就是擊鼓鳴冤 因為這個事件黃大海先生是含冤仇冤 現在讓黃大海先生和大家說為何要申冤 各位朋友大家好 剛才和黃國興怨在擊鼓鳴冤 在高等快點留下我們擊鼓鳴冤 大家一眼就看到我們是有冤屈的 是有冤情的 大家看到這張照片這幅圖 我們看到裏面 很明顯有一個人在燒基本法 在燒基本法 鼓吹獨立 鼓吹香港獨立 鼓吹香港自權 這些人 我們在香港市民的代音 香港市民我是不會接受的 我不想我的子女 被他們這幫人搞搞授 在這影響到 在這裏我們會進入申請司法的許可 我們希望法庭公平公正 還我們社會一個公道 還我們一個公義 在這裏我們很多謝各位媳媒來到 待會我會進入和黃國興去聽審 在法官的結果的情況之下 我們統會和律師研究的一個半詞 我不排除我 有機會可能會進行司法 進一步的司法流程 多謝各位 我呢就補充一下 為何我們要擊鼓鳴冤呢 為何是冤呢 冤情之恩 就是在這次立法會補選 其實黃大海和有關的市民 已經在3月2號 即是說11號投票前的10日 向選舉主任投訴 郭樂軒以往在2016年 銷基本法在2016年發表港獨自決等等的言論和煽動 再者他亦都在論壇上面說 如果日後有需要 他亦都會不介意再銷基本法 還有他亦都唱港獨的所謂國歌 城邦會戰勝歸來 因此這些是有事實有依據有錄影有文書有影片 證明他是港獨的思維和行為 是港獨分子 是分裂活動 選舉主任 竟然是不處理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冤情 為何不是法治 為何是人治 為何選舉主任 為何選管會主席 是對於他們在11日之前三次的舉報和投訴 而不處理呢 再者 是明顯 歐樂軒是違反去簽署的選舉確認書 是一個發解誓 因此這個選舉是不公道 這是一個冤屈 所以今天我們向高院提出司法覆下申請 我們希望主審法官 真是做青天大老爺 真是做包青天 來為市民這個冤屈 來進行處理 看看大家有甚麼需要 詢問一下黃大海先生 我們盡可能 掌握時間回答大家問題 然後我們進去聽審 看看哪位想問 有嗎 有沒有人 要說黃先生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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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在這裡 你在這裡 我們快點看咪 不好意思 你來嗎 你來嗎 你的咪 你 快點 快點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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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後面 謝謝 可以嗎 不能移後 骨頂住 OK 是 你們有甚麼詢問請問 剛才說會有進一步的不排除 有進一步的行動 所以是甚麼的現象 即是覺得今次的申請 消負販繼續的行動都不是 馬上會開庭 我們都會去聽法官的裁判 然後我就會跟律師研究 發展一步的法律程序 法律行動 會 會 因為一會兒就開庭 任何人都不知道一會兒將會有甚麼結果 我相信 正義的主張 正義的伸張 我希望法官是做包青天 黃大先生 有否信心可以拿到新法公民 我相信法應是公平的 我們現在伸張的社會公義 是應該有個公平的裁刀 多謝了 一會兒我們開庭完之後 會出來交代對於 今天法庭處理的結果的意見 待會兒我們會出來交代 好 謝謝 這個很好 大家想不想拍照 不是我們 你怕不怕 你怕人給我 你怕人給我